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HIMOTO 好想Talk 我是Bread 我是Jeff 好 那今天呢 要來到我們銷量排行的回合 那今天特別把這個車系獨立的抓出來 我們之前其實已經講過白牌速克大 沒錯 但是呢 應觀眾要求 我今天也把去年非常熱門的一款車 應該說一個極具的車 150系列的速克大全部拉出來 當作對一個獨立的局來看 到底誰賣的比較好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正片開始 好的 那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第10名YAMAHA S-MAX 155 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為2483台 那其實這台車也算是榜上最長型的車款 它2013年登場耶 它賣10年耶 沒錯 10年耶 那中間有一次小改款 就是在2017年 換成LED燈的 對對對 然後還有多了ABS這樣 賣那麼長 怎麼表示它一定有它不錯的地方嗎 它應該算是這個水冷跑旅的爛商吧 沒錯 做人這種比較跑旅車格 我覺得它算是第一台吧 因為在它之前 比較接近大排量可能就是雷王嘛 可是雷王的車身又是那種 蛇村運動出格當然 比較傳統的那個車身造型 那它出來之後其實 欸各車廠啊 你開始往這個方向去做了 只是我看到它出現在排行榜上 我還是買亞異 很亞異嗎 對 你還在這啊 那價錢是多少錢 網路平台上看到的是10萬4千元 這台車應該也快要停產對不對 我不知道耶 Augural會不會之後就取了一下 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看它在官網上 它們兩台還是有並行在賣 嗯 那就如果想買趕快去買 可能要沒了 對我也覺得應該有機會沒了 對大機率要沒了 接下來第九名是 XYM VWDX150 它的銷售台數為3254台 分別有 ABS版的1922台 CBS版的1063台 ABS版的是269台 它算是榜上唯一一台 就是近榜的那個復古車款 這台車 我們一直都沒有試駕到對不對 但我們之前試的是125CC 但是我記得VWDX這個 它算是就是FMX這個系列 嗯 就是它分分支 就從FMX開始 然後分成FIDO 然後分成FIDO150 然後分成KRN 那種各種奇葩混亂 只是我覺得這台應該是 這幾台車裡面 算是最高貴質感的那種 哦 你是說車身做工嗎 對做工 還有它一些細節 像它最近小改款 也跟125一起放那個了嘛 那個免鑰匙啟動 嗯 那再加上它原本就有 智慧油電科技 而且這台車 我相信它騎起來 應該是蠻舒服的哦 我記得蠻舒服的 其實就跟125沒有差很多 但是動力更薄這樣 而且它2V的 我相信它在低轉 應該反應會還不錯吧 我其實覺得 現在車低轉反應都蠻好的 都蠻好的 已經沒有低轉很多的車 抱歉 我家裡都故隆車 沒有騎過這種 低轉很好的 下次接著來騎 看有沒有要看 那它的售價的話 CBS版是97 那ABS版的話 是10萬2000元這樣 這是在PC Home上面的價格 沒錯 接下來 第八名的是 KIMCO RACING S150 它的銷售台數為5188台 分別為7期的3256台 以及7期ABS的934台 再來是Brembo特製版的998台 這台車 最早最早 如果我們不講125 150我記得它是在2017年4月 首次跟大家見面的嗎 對 那時候官員跟大家說 我現在只會出125 不會出150 然後過了一年 150就蹦出來了 我不知道125 125車是怎麼想 我自己在當時 2017年的時候 我大學生 我就跑到機車行去 跟老闆講說 我要 然後兩個禮拜後 那時候其實有颱風 但兩個禮拜以後 車就來了 然後就一直騎到現在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它 你有把它跟其他對手做比喻 其實那時候我騎過它的125 我就很喜歡了 我就覺得車子很穩 然後 我沒有很喜歡近戰的造型 那時候是四代 我沒有很喜歡 就很像麥克華斯基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你要買運動速克達的話 要買就Alphamax 跟Alphamax我覺得太兇 太長太未來了 然後近戰我又不喜歡麥克華斯基 然後Jet的話我覺得 我也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那時候Jet S 就跟你講一下 它的起速比較慢那種 對 然後Racing那時候我覺得是 長得帥 剛好又是最均衡的那一台 然後那時候又有酷酷的 Noodle儀表嘛 對不對 就被吸引了 就被 可愛的小朋友又被吸引了 就本質上是 我覺得它給佩佩集結真的還不錯 包括像VVC S 那個可憐奇門嘛 然後還有就是 現在白白出克 應該還是 唯一還有用那種 抑壓成型 應該是不會有人做這個 我也覺得不會 不會有人做這個 2017年到現在也已經快要6年了 6年完全沒改 是我們剛剛 就有看到那個酷酷的照片 在網路上出現 哦 對對對 剛剛我們拍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 網路上其實有這個 穿一下那個 Racing的改款照片 對 那個車頭看起來就是 整個就是變成 跑履化嘛 變成羅把了 對變羅把 但是車屁股都沒有換 對 然後牌架啊什麼 吐廚都一樣 就只改車頭 那預計啊 可能啊 大概啊 也許是 在3月的時候會發表 那我們就看到時候 我這個 現任Racing 150車主 在發表會現場 會有什麼想法 這樣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的價格 我們在PC用上面看到 是10萬5千元 接下來第七名 也是YAMAHA Force E55 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 為6830台 這台車算是 綁上你第二資深 對 所以剛剛那個 Racing 應該是第三資深 對對對 那它在2016年10月 首次跟大家見面 那它這台車其實就是 X-Max 雖然是雙升車種 對就是比較簡配版 它造型上更 Rally 更加運動 對 它當時也很明確的說 YAMAHA很明確的說 像X-Max 就是專門設計給 30歲的那個 WOW 成熟男子 對 對對對 可能一般大學生 他就可能會選FORCE E55 有比較大的動力 有比較酷的造型 配備什麼 乳素燈泡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會去改車 對 後面都會出各種各大廠商 針對這台車開發各種套型 真的是從頭到超誇張的 對 這台車真的超好改的 而且它的造型其實我覺得也非常不錯 雖然我本身其實 對於這種比較運動比較熱烈的造型 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它整體呈現出來 那個線條感我覺得還是蠻好看的 我是覺得 假設你今天馬上跟S-Max停在一起 因為覺得它好像沒有老 就算你現在推出一台車長那個樣子 我好像也都有辦法接受 喔 對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未來十年內那個造型應該是 還不會退流起來 還會危險 不會到先老的樣子 對對 而且其實還很厲害喔 它還在2020年榮獲國家的創作發明下 所以這是講什麼東西 沒有 這台車設計得很棒 讚 很猛耶 它已經在官網上下架了嘛 嗯 但各地還有庫存設計 也就是說 它連官網上都沒有的東西 對 但是它在各地賣了6830台 直接衝進第七名 然後現在有興趣的可以 到你家附近的亞馬卡車晃一下 搞不好 這邊還有好幾台這樣子 沒錯 它的接近手腳 因為其實我們在平台上 已經找不太到了 沒有網路平台賣這台車 那最新的 我們查到的資料 價格是落在89800元左右 好 那接下來第六名 是我們的 KIMCO新命流150 那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 為7114台 這裡面又分為 ABS版的2632台 以及一般版的 4482台 這台車 其實從配備上看下來 它就算是我們之前試的 名流125的 加強版 好像是耶 那其實這台車 我有機會 我其實蠻想試試看 怎麼說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對於 名流125我們之前騎過 其實我對它印象是不錯的 有一些表現還算不錯 對對對 除了懸吊上 比較 我沒有那麼喜歡 它的懸吊 那個主音的 回彈的感覺 對對對 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其實像它的 低轉的那個反應 以及就是 自動的配備 其實給我感覺是還不錯的 而且這台車其實它在硬體配備上有更提升 它有變雙槍後避震 哦 還有一經一表 所以我不確定這算不算是提升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指針的 可是至少資訊量會比較多 因為就是 新年流125它那個指針 資訊的呈現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就是沒辦法顯示那麼多東西 對對對 這應該算是 買菜車集聚唯一一台做150的對不對 李一絕跟靖豪都沒有150的買菜車 嗯 所以這應該也算是 光陽的優勢啊 特別推出一個買菜車 但是我150這樣 看起來就比較 粗湧一點 對 那它低轉反應如果 欸又更好 它債務空間又大 我覺得這台車 會這樣蠻多的問題 對啊 所以它在排行榜上 然後第六名也是 算是十字名貴 十字名貴 那它的建議售價 我們在EKIMO上面看到的那個售價是 75500元 好了那接下來是我們第五名 SYM的FORMICA 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為7556台 包含了一般版的 5432台 以及ABS版的2124台 對要注意喔 我們今天提到的FORMICA是150的版本嗎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都是150的 沒錯 那這台車它在2021年10月登場 算是還蠻新的車 之前有沒有提過嗎 這台算是金發財商用車的硬體 那在外殼上畫一下 讓它變得更加年輕化 它有點像是 今天假設我把商用的東西 直接拿來賣 可能就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我會買的人永遠都是那些商用的 可是今天它就是在形象上面把它包裝成 哇我可以去騎車露營 我可以騎這台車去衝浪 我可以騎這台車載很多很多東西去環島這樣 就突然就是對那些 可能有債務需求的人 突然打到 因為它平常不會想要騎 看起來比較商用的車的出門嘛 那今天就變成說 這車其實長得蠻糙的 它有各種顏色這樣 我其實一直覺得它那個藍色跟粉紅色的搭配是 就是每一次在路上看到它就會 對就是這台車 多看幾眼 多看幾眼這樣 那這台車我之前也騎過 雖然我之前騎的是EV5版本 但我覺得車子騎起來蠻舒服的 後面那個東西升起來之後可以靠著 原本是坐墊 它可以升起來後面變有貨架 它升起來之後可以騎車的時候 稍微靠著這樣 它有一個鎖扣 你壓它就壓回去這樣 騎車的時候可以靠著 蠻舒服的 那這台車的售價 ABS版為9萬8 一般版的話則為9萬2 那這是在PC控的網路平台上 所看到的 好的那接下來第四名 是我們的YAMAHA FORCE 2.0 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為1200646台 那這台車登場的時候 是在2021年10月 最讓我們印象深刻 應該就是它硬性運轉品質的 對那個新世代的EV5 Blue Core 運轉品質真的蠻細膩 震動非常小 這一台車其實我們在之前影片 不管是我們三車平車 或是單車的那個新車 我們試駕報導 其實我們都有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領選下方連結去觀看 那這台車的售價 我們在PC控的平台上 看到的是10萬3500元 接下來第三名是SYM MBCU 它在2022年的銷售台數為12898台 那這台車 它在2022年的8月登場 也是非常新的 這台車我覺得有點講到爛 但是它在四個月內賣了12898台 確實是一個蠻激烈的數字 一個月就賣3000多台 Force一個月是1000台 對那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很大的差異 那主要這台車的賣點 大家其實在以前DRG出的時候就很希望有一個是 比較跑旅的設定這樣 那這台車就是步驟 應該說把DRG改成跑旅的樣子 讓它的什麼引擎震動變小啊 坐墊的空間變大 然後手把姿勢更舒服啊 車廂空間變大 最重要車廂空間變大 而且重點是還降價 PC控上面看到這台車賣的是 118000元 我們其實自己買了兩台 那我是覺得如果大家有想看什麼長期試駕的企劃 我們可以順便幫我們把我們攝影師跟剪輯士的車訓一訓 他們買了之後都沒什麼在騎這樣子 對呀 好了那接下來到了我們第二名 沒錯就是我們的KIMCO KRV 1180 2002年總共銷售了14973台 有在賣的喔 有在賣的 那這裡面呢其實又包含了四種版本 一般疊煞版的有935台 那TCS版的只有7711台 鏈條版也就是KRV MOTO 2022年也賣了5826台 那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限量推出 KRV All-inx特製版賣了501台這樣 我還真沒有在路上看過All-inx版的耶 我好像有看過一次 只有一次 金色 其實因為其實我看到那個金色滾邊 都不是很確定到底是自己貼的 自己開的 對 這車我覺得也算是 隨著市場的需求有做出各種變化吧 嗯嗯嗯嗯 就是一開始它是最滿配的TCS 然後後來說 Trading Pan的時候 它就出了一個雙疊的 就是沒有ABS也沒有TCS 然後降價這樣 然後後來又在去年 應該說前年的車展商的時候出了 All-inx特製版 All-inx特製版 然後去年呢是出KRV MOTO鏈條版 有時候幾乎每一年 它都有推出一個新版本的KRV 應該說每半年都會推出一個新版本的KRV 還不錯啊就是時時會不斷的與時俱進這樣 對 畢竟競爭對手變強 它也要跟著變強 嗯嗯 欸這次改了鏈條版 它好像針對大家 欸比較詬病的傳動的設定上 好像比較溫和 它也有做改進 對不只是傳動 還有像是一些人機操控介面 有什麼螢幕亮度啊 小地方 可能他們有經過大量的調查 車主的使用回饋這樣 然後他們就針對這些細部去做調整 算是一步一步再把車子做完整 嗯 這一台車它的售價 TCS版以及鏈條版 都是11萬9800元 原本的定價有點不同 嗯 對啊那可能是要促銷的話 它其實兩台車都是11萬9800元 原來是皮帶版後來就降價了 嗯沒錯 ORINS特製版的 當初的定價是14萬8800元 快15萬了 沒錯 其實蠻貴的 那是尊榮港無價啊 金色滾臉 好了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我們第一名 到底是哪一台車 你有猜到嗎 你有猜到嗎 算有吧 好啦其實也不用猜 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它就是SYM的 DRG BT 那它在2012年的 銷售台數為 16188台 一個非常吉祥的數字 那在這16188台裡面 又有三個版本 它分別為6期的DRG BT一台 那再來是R Edition的 就是7期的一般版 它的銷售台數為8995台 那再來是Qless版的 則為7192台 就像KRV一樣 DRG也是幾乎每一個半年 都會推出一個新的版本 對對對 也是有在與時俱進的 KRV剛說的時候有TCS 然後他們就快速 快速的把TCS也補上了 那樣子 然後再來是 KRV原本就有Keyless 所以後來DRG也是在 更新產品週期的時候 快速的把那個Keyless補上 Keyless補上 如果是覺得那個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DRG的Keyless 喔怎麼會 因為它在沒辦法在發動狀況下 把你的坐墊打開 那其他的Keyless 可能都有這個版本 但它就是 它那個設計就是沒辦法這樣做 比較可惜 欸說不定下次就白了 對說不定 我這樣這邊講完之後 下一次改款就換新的了 規格數據方面 我們其實有單獨去做一部片 是講它的優劣 所以如果有興趣 你想要買DRG的話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裡面有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各項租源 還有它的配備這樣子 其實售價這樣其實也不算便宜 對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MMV-CU已經算是DRG降價嘛 但MMV-CU其實價格已經高達11萬8千元了 那我們在DRG這邊想當然而就是再高一點 因為畢竟它的一些配備 燈具 投射式LED 還有它的儀表 LED儀表 一些細節啊 Licoco的地方都是比較高檔的 嗯 所以它的價格上的話 R Edition的話是11萬9千5百元 TS版的話是12萬2千5百元 PC用上面查到的價格 欸Bread 我很好奇喔 嗯 你覺得在2023年這個榜單 特別是前產品 你覺得還會再變化嗎 感覺MMV就會到最高 因為其他人的可能賣的速度是這樣 它是 它是完全 它是有一個完美的交叉這樣 反正我們現在拍的時候 1月已經要結束了 對可能1月就可以知道 交車量 掛牌量是多少 那其他的他們產品中期 其實都相對沒那麼新的這樣 對啊 但是KRV其實鏈條版賣得很好 9月推出鏈條版 就賣了快6000台 嗯 它在這三個月內 一個月賣2000多台 那也是很誇張 也是很誇張 那這也是 可以再進一步觀察 只不過呢 我們都知道12月的時候 發佈了新的那個 YAMAHA的旗艦車嗎 叫奧格 奧格 那如果對這台車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私家影片 接著還有我們 在網路上聽到的小道消息 143月要發表的新Racing 這個車可能又會再殺進這個戰場 雖然現在目前看起來可能 動力方面是 感覺不大會有的 對 感覺會沿用原有 對 只是會不會換成別的方式 就不確定了 那我是蠻期待的 因為可能2023年 又是一個信封協議的戰場 沒錯 大家一起來多人混戰 對 毛起來多人混戰 各種車海戰術 May the best man win Yeah 反正最後受力的 已經是消費者 只希望他們不要再漲價就好 對 不然每一台車都這麼貴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或是你喜歡這種 排行相關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 銷售排行影片 那我們其實也有做各種不同 車款主題的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的頻道 去找到它 如果你喜歡的是文章報道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們FB粉絲專頁 也在那邊定時都會有最新的資訊更新 那如果你喜歡的是精緻圖文的話 我們在IG上面 也都會不定時做一些 像是知識性的圖文 車款比較圖文的話 平常在滑IG的時候 可以看到比較多有趣的資訊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真正對2022年白牌150速克達 銷售排行榜的介紹 那這裡是H1MOTO 我是James 我是Bred 我們下次見 掰掰